各位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盘高手 我是高宪荣 您现在收看的节目 是我们在4月29号 跟大家所做的专业台股报告 提供大家最专业的解盘分析 希望对您的操作能够有所帮助 也期待能够跟您一起来 征服股海共创双赢 好 今天是摩台子在做结算 当然消息面传来最振奋人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面对这一次的一个 新冠肺炎的一个病毒 已经连续四天都是零新增确诊 连续四天加零了 那当然这个要感谢我们的政府 以及我们全国的人民 一起对这个疫情都保持高度的警觉 能够把疫情这地方控制得很好 好 但是当台北股市 在这个消息激励之下 今天摩台结算 趁势拉高上去 盘中大涨178点 最高来到10794 收盘涨了156点 来到10772的时候 这时候当然投资朋友 很多人在问 现在疫情好像已经没有什么状况了 连续四天加零了 那是不是代表我们已经可以安心的开始买股票了呢 那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先请大家在这里如果想买股票之前 先想想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 当然我们台湾目前对疫情控制做的真的非常好 我也说了 这感谢政府 也感谢全国人民一起的努力 但是走出台湾 我们不能够永远锁国嘛 对不对 那走出台湾 全世界 尤其美国现在的疫情 获得控制了吧 好 来看一看 这是最新的一个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的一个趋势 目前仍然持续在攀升之中 红色这一条代表的是美国 美国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最新的总确诊人数 在今天早上公布的已经来到101万人 突破了100万人次 而全球总确诊人数更是突破了300万人 都还在持续增加 那如果说以单日新增确诊人数来看 这两天都还有2万多人 昨天一度降到2万2 今天又再度增加 增加了2万4 换句话说 并没有说这地方持续减少的现象 换句话说 目前在欧洲在美国 虽然已经很多人说 我们要赶快重启经济 但是目前疫情还没有获得控制 还没有能够减缓之下 我只能这么说 如果贸然的解除 这个经济重启 好 那这种状况 就很有可能像之前FED官员所说的 未来这18个月疫情没有获得控制 就重启经济之后 可能会一下子重启 一下子封闭 一下子重启 一下子封闭 来来回回的状况 来个18个月一年半载都有可能 好 这个部分要去注意 那第二个好 那就算疫情能够获得控制 疫情都结束了 你也去想一想 难道全球的经济就会这样一口气 开始喷发出去 大爆发 大成长吗 好 那这部分 我来讲可能你觉得没有参考性 那你要去注意 我们的央行 中央银行副总裁 严大宗 严副总裁 前两天说了 一旦疫情过了 经济就会马上这样大幅度走好吗 会有三个现象要特别注意 第一个恐怕会出现反全球化 那其实反全球化 不是疫情就爆发之后才出现 去年美中贸易战打得正热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了 那疫情的爆发之后 你更看到 美国跟中国互相在指责 一个说这叫做中国肺炎 武汉肺炎 一个说可能是你这边这个传染出来的 那所以呢 这个全球化 未来恐怕已经很难回得去了 第二个 这是我在上礼拜 在前两天也提醒过大家 当这一次疫情爆发之后 各国的央行为了能够迅速救市 大量的印钞票降息货币宽松 那这些难道不会有后遗症吗 会 包括了物价上涨通货膨胀之外 更重要的是 那未来这些钞票 各国是拼命的印下去 钱从哪里来 势必未来会有这地方 各国债务攀升之下 面临加税的一个压力 那第三个 这地方央行也说了 即使疫情过了 需求也不会将猛爆性胜长 未来疲弱的经济 可能都会成为一个常态 这三点是你要去想想 即使疫情过了 反全球化 债务攀升 疲弱经济成为常态 都可能是未来这地方 全球经济的一个走向 那这种状况 好台北股市已经涨了2000点了 从大盘杀到8523 跌破10年限 恐慌性杀盘出龙 融资追脚力万箭齐发的时候 当时我讲过 大盘狂杀3600点完 年限的时候 我跟他讲不要急 五年限我跟他讲不要急 但是这个地方短线随时都会反弹了 好 甚至如果你认为 大盘就是个正常中期回档 未来会再走长多的话 这个正常中期回档的话 第一点在8523附近 也已经不远了 这都是当时3月19号 跌到8523那一天 我跟大家所说的 那只是大盘现在 一口气反弹 涨了2000多点 这时候 那第一个 美国的疫情还没有能够获得真正的控制 第二个即使疫情过了 都还会这地方经济疲弱 成为一个常态之下 台北股市今天摩台拉高结算 涨了156点 盘中最高来到10794了 那当然这个位置 你应该印象还记得 大盘弹上来 我前阵子都跟大家讲 满足点会在哪里 0.618的满足点 10793 前两天都跟他讲 还有机会拉高来挑战10793 那今天盘中最高来到10794 刚刚好就多那么一点点 来到10793加一点 这时候触及到0.618满足点之后 注意到大盘过了10170的时候 两个讯号先去注意一下 第一个就是领头阳台积电的股价 他从这一波沙到最低236.5 谈上来法说之后 那天股价大涨20块 最高来到309元 那法说之后的台积电告诉大家 他没有受到疫情的影响 结果涨了一天就休息了 现在指数在创新高的时候 你有没有注意到台积电 目前都还没有能够过309的高点 今天最高301.5还是没有过 这个是一个讯号 第二个再来注意成交量 当台积电那天冲高到309 带动大盘成交量来到2314亿 指数10170之后 成交量是2300亿 现在成交量指数创新高了 量今天1920而已 有没有过这个高 没有过高 对不对 变成台积电没有过前高 成交量也没有过前高 高档价量背离出现 台积电成交量同步创新 这个没有过高 背离线号出现的时候 有学过现龙老师 操盘级技术分析的都知道 我们看盘三个重点 第一个领头扬台积电 第二个筹码的动向 第三个价量的走势 这时候台积电跟价量没有过高 再加上筹码我之前讲过 棋子大户兼摩台结算 可是台子棋的大户 目前手中空单一万口 这种状况之下 我只能提醒 大盘摩台结算拉高完之后 死猫跳 仍然有可能会结束之后 再度的回跌 好一点打第二只脚 到时候再来布局不迟 万一疫情真的没完没了 长线走空的可能性 这个都还没有能够解除 这个部分我必须要提醒大家 现在不是让你跳进去买股票的时候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提醒 当然 县荣老师常说 我跟大家讲这些 对县荣老师做生意 真的没什么太大帮助 我如果是像很多老师 为了自己做生意 天天叫大家买股票 我相信你一定看过很多 这种所谓死多头的老师 涨的时候就告诉你 还会再涨赶快追 跌的时候也告诉你 不要怕拉回找买点 反正总有一天猜到最低点 这些头顾老师 每天都在买股票 涨到一万二也叫你买 一万二跌下来一万一一万点 九千八千多 一路叫大家买 反正上电视就来吹嘘 今天买的涨了多少 不管会员 在一万二的时候 套牢的一个罗康 这些死多头老师 能帮你赚到钱吗 当然当行情好 涨上来 像最近指数 哇 这样弹上来 多多少少都有帮投资人赚钱 可是行情 有可能这样一路涨 涨不停 永远不跌吗 不可能 对不对 只要行情涨完一个拉回 像前阵子大盘 急跌三千六百点 这些头顾老师 我告诉你 天天这样带你买股票 多头的时候 行情涨的时候 多多少少赚一点 行情一个拉回 到时候全部吐出去 到时候会满手重伤 就是这样来的 那这种事情 我只能说 当然对他们来讲 只要天天叫大家买股票 涨了就可以做生意 就可以赚到钱 所以他们这个地方很多人这样做 所以为什么会电视上这么多死多头的老师 原因就在这里 可是我只能说 这种事县荣老师真的做不出来 县荣老师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 保护会员朋友永远是我操作的第一要务 帮助会员朋友能够将获利真正的放进口袋 才是我们的使命跟责任 所以呢 所以为了帮助会员朋友真正将获利放进口袋 当然能够拼大的 我会带着会员朋友拼 就像当时大盘跌到七千多点 最恐慌的时候 美股动不动中错 景气连曲个蓝灯 这时候跟大家讲 量很小很小 融资很少很少很少 多数的投资人杀出股票之后 都在心存观望怀疑 都不敢买 对不对 所以当时七千多点 我说大盘跌离底部了 要进入初升段了 趁着七千多点 拼大的 八千多 我也跟大家讲 量还是不大 融资还是很少 多数投资人杀出股票 还在怀疑 还在观望 这个还没结束 还会继续涨 而且是第三 第二波修正波结束之后 要展开的是第三波主升段 主升段目标会涨到哪里 10425 我都先跟大家规划了 当时很多人不相信 大盘七千多八千多 县荣老师在喊一万点 县荣老师有没有头壳坏掉 可是当时 少数的知音 跟着县荣老师 七千多八千多 九千多一万多 一路做多上来 当时我们重压车用电子 当时我们重压的 包括美其马 包括乡自身科 从四十几块 从六十几块 一路的布局上来 掌握到很多会员朋友 真的是赚了一倍以上 才全数出勤 可是当大盘涨到 一万一千多 我开始提醒投资朋友了 即使大盘短线上在高档震荡 长线转空危机 已经开始要注意了 好 这时候不是在让你买股票拼大的了 这时候我开始建议会员朋友 波段不韦 空手拥抱现金 等待机会拼大的 开始采取短线当冲 快打当冲作战 快进快出来累积财富 所以后来 2018大盘涨到一万一 后来击杀一千八百点下去 可是县荣老师当冲作战 2018下半年累积胜率达到七成的条件之下 累积投包率超过了八成 大盘下杀 我们赚 后来2019年大盘拉高上来 我们当冲累积投包率仍然超过八成以上 靠的就是这样盘中满手 盘后空手 不敢说没有风险 但是风险降到最低 对不对 大盘大跌大盘大涨 我们都能够稳扎稳打 当个快乐当冲组 对不对 好 那包括今年一月初 一月份 过年前大盘涨到12197了 我也提醒大家 第一个 涨幅已经达到满足点 第二个 时间面临转折 第三个台积电 开完法说之后 已经不对了 第四个 旗子大户转为空单了 所以特别提醒 大盘在这地方 小心总统大选 跟美中签署贸易协议 两大利多实现之后 会这样 利多出境 反转而下 所以当时监力会员朋友 波段部位保持空手 当冲稳扎稳打 盘中满手 盘后空手 稳稳的把获利放进口袋 对不对 这是2020年过年前 好我们十次出手 不可能天天赚 六胜二夫二合 每一笔操作我也都诚实讲 有赚一定有赔 对不对 赚的扣掉赔的之后 过年前累积投包率10.7% 对很多投资 每档100万上下来做操作 一个月过年前 帮自己加薪了 各十百千万 十万加薪了六位数 对不对 而这些都稳稳的放在口袋里 后来过年期间 疫情在武汉开始爆发 美美股也开始在地方一度重挫 台股开红盘手 先杀三天 反弹再跌下来 可是我们都已经把获利 稳稳的放在口袋里 靠的就是让盘中满手 盘后空手的方式 稳稳的获利入带 对不对 后来三月份大盘击杀到8500 我们的当冲 九剩三副一合 每一笔我也都在节目当中 诚实报告过 对不对 有赚一定有赔 累积投包率 赚的扣掉赔的之后 三月份16.9% 累积获率各十百千万十万 每档100万操作下来 帮自己加薪个五位数六位数 绝对不是不可能梦想 而现在这个盘再提醒大家 当大盘反弹又来到满足点的时候 领头阳台积电以及成交量都没有过 这一个高点 这时候就要小心了 会不会这个反弹死猫跳即将结束再度回跌 所以这种状况之下怎么办呢 所以县荣老师会再三提醒 风险我们在2020年一定要摆在最前面 这时候要用最小的风险来做操作 那就是我们的快打当冲作战计划 因为我们的当冲是这样 盘中满手没有关系 不用担心错失行情 赚钱机会我们还是要把握 但是有赚没赚盘后保持空手 不用害怕美股大涨还是大跌 生活品质这样才有 让你睡觉睡得安安稳稳 快进快出之下 受到大盘趋势影响又非常的低 2018大盘下沙我们赚 2019大盘反弹我们赚 1月份大盘12000高档震荡我们赚 3月份大盘重挫我们一样赚 快进快出 大盘对我们的影响非常低 操作又灵活 随时可以先买随时可以先买 重点是风险非常低 对不对 因为我们不会股票抱在那里 越套越深 越赔越多 变成长期套牢 也比如说放空 哎呀 融卷要强制回补 主力会不会故意嘎我们 都不会 风险最低 资金灵活运用 钱可以放在别的地方 升更多利息 而天天都还可以掌握赚钱机会 来快速累积财富 所以我说这才是最好的操作策略 当然对投资朋友来讲 如果说你没有那么多时间来看盘 因为看盘这个当冲 真的必须要花更多的精力 观察盘中的一个结构 今天攻击盘适合做短多 还是整理盘适合做短空 观察今天的大户 到底哪些个股有在进货 还是哪些个股有在出货 有转强还是转弱讯号 如果没有时间看盘 或是看了半天看不懂 自己追高杀低 反而赔钱的 没有关系 我们知道你真的需要我们帮忙 所以我们诚心邀请你加入 由我县荣老师亲自带领的 极品操盘团队 县荣老师的当冲在强调 不是每天乱枪打鸟 不是每天追高杀低 而是仔细观察盘式 决定好该做多还是该做空之后 再从一千多档股票 找到符合条件 足够把握缺人转折时 才果断出手 并且遵守纪律 理性操作 像今天4月29号台股 我们第一通先跟大家报告 美国股市昨天开高走低 Nestek下跌了122点 可是小道琼奇早上又拉高 反弹上来涨了150点 台股指数开高涨了40点之后 马上急拉100多点 首盘是一个多方量168亿 预估量1800亿上下 原则上今天起指跟现货 表现差不多的时候 大盘没有什么下煞风险 大概高档震荡可能性比较大 唯一要去注意的就是 未盘会有摩台结算的干扰 那到了11点 谢荣老师看了两个小时的盘 发现指数开高急拉 涨了100多点之后 就在高档震荡 这种盘其实这几天 盘中的震幅都不大 因为我们没有能够找到符合条件 足够获利空间的个股 而且尾盘因为又有摩台结算的干扰 股票常常在台子结算的时候 容易不安排理出牌 所以贸然出手胜算就会偏低 我们就休兵一天 所以你会看到 现荣老师不管做波段 不管做当冲 都不是盲目的在那边出手 而是仔细的观察 有足够把握看准目标才来做出击 这是我们的坚持 今天没有赚钱机会没关系休息 我们坚持不说谎不骗人 诚实报告每一笔操作 只求缘分到了 认同现荣老师的投资胖 一起来征服股海共创双赢 那也提醒大家 记得当冲 不可能天天赚 但四大要素你要记好 第一步资金控管 第二步要维持高命中率 必须要看准目标 再来精准出击 第三步 当预期报酬 能够大于风险的条件之下 才值得出手 第四步遵守几率 严控风险 绝不熬单 这是我们要去做的 所以今天没有好的 足够的获利空间 或是有足够把握 我们就休息 但是让我们逮到 像上个礼拜操作文贸 利多平传之下 有大户在趁机出货 先卖后买 三块假查 四张一万多 小赚稳稳的入带 对不对 那天南亚科 大户持续在出货之下 先卖后买 60.2先卖 58.4买回 一块八的价差 二十张一百万左右 操作下去 很多人那天 一天就帮自己加薪个 三万多 躺起来 所以做股票就是这样 不求天天赚 但是有把握的时候 就是希望像南亚科 好好的赚利比 那上个礼拜 我们稳稳的 二胜二负 二胜二合 稳稳的 很多人帮自己加薪个五位数 甚至像三月份 帮自己加薪个另位数 这都不是不可能的梦想 那为了帮助更多投资朋友 也能够利用这样的方式 当个快乐当充足 帮自己多创造一份收入 多加一份薪水 让家人过更好的生活 这礼拜就是五一劳动节 我们跟全国劳工朋友说声 您辛苦了 特别推出一次 全面五一的感恩大回馈 现在只剩一天时间 想把握的休息时间 就来跟我们做联络 第二阶段马上再回来 运达投顾高老师 感谢全国辛苦的劳工朋友 今日入会 全面五万一大优惠 全面五万一大优惠 倒数一天 机会难得尽情把握 请您速下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高老师 集品操盘惨罪 入会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 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好 这几天感谢很多投资朋友 在打电话进来 在询问县荣老师的 极品操盘团队的时候 一位投资朋友他说 为什么要加入县荣老师 好 我问他 这个礼拜大盘中挟幅震荡 我们也没赚什么赚到大的机会 反而是这个时候 他要来加入 他说 本来做股票 就是有赚 有时候大赚 有时候顺风顺水 但有时候可能就没那么好赚 这一定的 但是他愿意加入县荣老师 最重要还是看中了县荣老师的一个诚信 每天诚实报告 每一笔操作 而且更重要一点 他说县荣老师 他这个节目看了很久了 他发现县荣老师 做股票都是严格执行控制风险 不对一定小赔就出 不对一定小赔就出 那他参加过很多其他投股老师 有些也有停损 都是赔了十几% 二十几% 甚至三十%了 才要砍股票 到时候都重伤了才砍 甚至有些带进不带出 赔了就当做没这回事 又继续喊其他的 他说他参加过那些 到最后都是赔大钱 所以看县荣老师这样操作 能够帮他好好控制风险 把风险控制在最低 他愿意用这种方式 来跟我们一起操作 当然获得投资朋友的一个认同 县荣老师很开心 我们也会继续努力 秉持着同样的原则 每天提供大家 最多两档当重股给你 清楚的告诉你要买还是要卖 清楚的给你进场价 预设停损获利目标 没时间看盘 老师帮你看 到了价通知你 当天带你进 当天一定带你出 绝不熬单 就是这样的操作方式 今天没有好的机会 我们就休息 对不对 好的机会来了 像上个礼拜操作文帽 三块加差 像上个礼拜做南亚科 二十张大赚三万多 一个礼拜帮自己加薪高 这个地方五位数六位数 不是不可能梦想 想把我的投资朋友 也想当个快乐当充足 帮自己多创造一份收入的 都欢迎指名加入 由我县荣老师亲自带领的 极品操盘团队 一起来征服股海 共创双赢 本头公司 因此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优优独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